大陸93月冰上 由大陸自行研发了 东风16弹道飞弹 首度亮相 它是解放军 目前最具精准打击能力 射程可达1000到1500公里的 中程飞弹 国防部20号上午证实 东风16正瞄准台湾 对此国防部长冯诗宽 对我军的武器战力 信心满满 东风16型 如果对着台湾 你怎么办 我们有如何去应应 根据美国情报单位指出 东风16弹道飞弹 能够搭载机动式弹头 发射更无需射阵地 抗电磁干扰能力强 能够躲避各种反导系统拦截 特征就是净准命重率 可瞄准位于第一岛链上的 美军基地与日本本土 亮相以来就成为美日两国 密切观察重点 万一大陆真的发射东风16 我军靠什么拦截击落 我想它经过在大气层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反制 我们爱国者三 有这样的性能 冯诗宽拍胸脯挂保证 要大家免怕 不过他也坦言 东风16弹道飞弹 性能极佳 对台湾来说武力确实够强大 我军目前也正密切监控当中 记者综合报道